从军 人家还用不着我呢 我是童子军 你看 你简直是疯了 疯了 快快回去 回去 你为什么打他 你有这样的女儿 你还不满足吗 杨慧明是我们的代表 是我们的模范 做起事来 他总是好在最前面 吃起饭来 他总是我的后面 胆子大 力气也大 你要是被日本飞机炸死了 杨慧明绝对能够替你报回了仇的 我呢 先发大面包茶是我们家的 实在好那天 我店长被日本飞机炸的多长子都撩出来了 这是我店长的血液 我发誓要替他们报仇 可是我没有用 杨慧都抵不起 身体不行 脑子不行 我天长应该从棺杖里爬起来 狠狠打我一个巴掌 老伯伯 我看见你打杨慧明 我心里好难过 这儿有条棺子 你把我们都打死好了 日本人来了 你们能活 我们不能活 你不打死我们 我们也要用杀他苏州河河 谢谢 谢谢 董事党 我身上有20包大米 你们抬下来吃吧 20包大米 您都赔上 我赔得起二十拨大白米 我可赔不起你这么一个女儿 爹 这面国旗 送到四行仓库升了起来 不但对仓库里的士气 和上海市的民心大有帮助 就是对国联调查团 及各国记者都可以说明 这日落旗不落天长国运长 孩子 交给你了 河里有炮艇 我从五百马之外游过去 日本人不会注意的 上了岸我就往仓库里跑 要是我回不来 你们都是我爹娘的该女儿 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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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架人的时候 不要忘了 请我爹娘喝杯喜酒 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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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敏